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现在介绍Fernet的华人业务经理李恩 再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李你好 嘿周乐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一个加盟说明会 这个加盟说明会呢是一个非常大型的business expo 并且是在两个地点举办 时间是在3月27和3月28 请李恩来给我们仔细介绍 嘿各位听众 这是我们一年大概会办两度的加盟商说明会 那这一次呢会在星期二3月27号在东湾的Lafia 从一点对Lafia一点到四点 然后第二场呢就会在Para Auto 在Wednesday3月28号2点到5点在Para Auto举办 那这场说明会呢 我们会请到八家的Franchise Store来参与 所以八家在不同行业里面的 然后还有包括高门的Agency 包括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对还有贷款专家 所以这个项目呢最主要是让各位有一个机会呢 一对一的跟这一些Franchise Store 跟这一些政府部门或者是贷款专家呢一对一的了解他们的情况 直接进行了解甚至在当场他们就意愿他们就行动了 对他们已经跟你解释他们的运作啊投资啊条件啊 适合什么人等等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会 我们就欢迎所有想创业的人来参加 好那这个参加啊报名的方式 有一种就是文字短讯到Lian他的手机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那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我们现在请Lian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对短信你的名字跟你的email address去650-660-7837 650-660-7837 OK那刚才介绍一共有八家店 那请介绍一下这八家各式什么行业 以及它的精彩之处是什么 好啊我就大概呃带过一下 第一个呢是一个child care 那这一家呢在2002年就开始营业了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现在的家庭呢 双方面父母呢都会工作 所以child care是high demand的 这个行业不会跑掉的 几乎每一家都需要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一家有个强处就是 它的headquarter就在我们本地 Mountain View 所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在这边成功了 他们还有一些地区想要发展的 所以还有空间哦 所以有听众朋友假如有兴趣的话 他们也可以show给你看 他们营业的那个P&L 他们的margin其实非常的高 30%或以上 非常高 30%以上 所以呢这个child care这必须 其实是很好做的 假如是有兴趣的话 另外一点特点呢 这一家公司25%的profit 他们公司的25%的profit 会把它全数捐出去 给世界上贫困的儿童 哦是捐给真正的charity 并不是自己create的一个charity 对所以这一家公司呢 也有做很多charity 25%是蛮多的 是所以他们很有vision 其实child care啊 是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的 即使自己家里面有grandpa grandma 那做父母的呢 也是希望说这个孩子要进去 the real world 对又拿个好素质的child care嘛 对 嗯哼 所以我们讲完了child care之后 我们讲一下senior care 从小的讲到老的 哎都是人家所需要的呀 对啊 假如以65岁为退休年龄来说呢 美国一天大概有8000到1万的退休人士 嗯 8000到1万哦 好多 所以这个行业again是recession proof的 而且是越来越大 却附在美国各地 对啊 这一间啊senior care呢 他从2001年就开始 有超过200个unit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英国都有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职业介绍的行业 嗯 这个职业介绍这一家也是非常啊 就是solid的 他们职业介绍所head hunter 对head hunter 就是staffing head hunter 或者是recruitment的company 这个职业介绍所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吗 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吗 他们要的background呢 其实这个职业介绍所其实就是一个b2b的business对不对 所以你是找人然后介绍你要去大公司请这一些员工吗 所以是一个b2b的 所以他们要的background呢背景呢是一个sales的背景 嗯 所以有很强 你说owner需要sales的背景 对owner需要sales的背景 所以有强的sales的背景呢 这个就非常适合 然后这间公司呢也是非常solid的 啊1985年就开始了 在全国呢有超过770个unit 哦 所以是大的一个franchise 那他在西谷湾区还没有他们的生意 其实也有蛮多地点的 但是他们还有几个地点还没有人做 ok 还有空间 还是有机会 ok ok 他们都会现场到这个expo来说明 对其实这些来我们说明会的呢 就是说在湾区他们还是有地点要发展的 不然他们就不会来我这个说明会了 所以湾区是还有空间的 好接下来我 so far 听起来都是in high demand 只是看自己适不适合 child care 还有senior care 嗯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嗯嗯 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会想说 我有兴趣开一家职业介绍所 但是你们需要的是什么qualification 对到时你们去听的话呢 他们全部都会给你解答 好的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汽车维修跟保养的 嗯 其实这个呢 是一个need based的 在美国呢 汽车的年龄是11.5年 嗯 所以就换车了 对可能你开的是新车 可是你看看周围其实 average是11.5年 所以呢维修方面呢是有需求的 他这一家呢的focus是在普通的维修 譬如换机油啊 换刹车器啊 嗯之类的 并不是大的维修 因为大的维修 要花很多时间 也要花很大的成本 对对以他们来说他们说margin不高 所以他们只修这一些比较普通的 嗯 并且是多少多少mile就需要做的事情 对然后这一家也是家喻户晓的 哦 他们1972年就开始作业 在全美国呢已经接近1000个unit了 哇哦 所以是有名字的就家喻户晓 他们在啊全国的tv都有做广告 嗯 然后有做dragmail 那他们的背景要的是什么呢 哎 你要有management skill 因为你不需要会修车 但是你需要聘请一些师傅会修车的 那你要manage 你得要懂得find the right person to do the right job 对要去manage这一个 嗯 好下一个行业呢是健身的 就健身这个行业我们之前也说过 现在是非常popular活着 好火红啊 对啊 嗯 说到健身来说呢 其实在我们的啊inventory里面呢 有好几家哦 嗯 你可以想到的可能都有 瑜伽 meditation的都有 有一家是做stretching的 嗯 有boxing的 然后也有一家是mobile的 就是on call的也有 就像personal trainer一样 对可能这一家不适合你 可是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一般上健身的别人喜欢 是因为很多都是semit absentee的model 就是啊半职的 你可以keep着你的full time的工作 然后就是经营一个健身房 这些呢都是membership的 然后membership的好处呢就是 每个月都有钱对不对 每个月就是recurring的income 是是哎这个听起来很有兴趣 那您觉得如果说自己拥有一家健身房 那自己需要做的marketing是什么 是邻居派这些传单 每一家都会有他们不同的marketing planning 要follow the rule 对就是follow the rules 他们每一家都有他们自己的niche 因为你每一个东西focus不一样嘛 或者不同的neighborhood不同的收入 他们都知道他们的target market 是什么然后做啊根据那个呢 就有不同的marketing plan 找trainer不难吧 找trainer的话呢trainer 因为不是啊一定要什么政府的license啊之内的 所以我想你去一个gym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是qualify的对不对 到处都有 嗯嗯嗯 并且不停的有考试 那这些做了很好的人 他们就会经过考试自己也会变成一个老师 变成一个coach了 对嗯其实呢啊我去年有个客人呢就是买了一个类似的就是fitness的concept 嗯最后呢他自己也变成了健身的老师啊 对不对所以这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他非常对不只有野心他非常高兴 因为是一个achievement 对他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突破 所以他还可以能够辞掉他full time的工作 嗯就是现在part time可以做一个健身的教练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梦想即使自己退休了以后 也可以身体力行练身健身 然后说不定变成健身的老师 对说不定你以后还红起来了呢 对啊对不对 哈哈哈好我们下一个industry呢是一个平面广告的设计 这个是什么概念 这个呢就是说你去哪里你可以看到任何平面的广告 招牌也好你看到巴士啊德士啊那些广告 嗯他们都能够做所以这一家非常flexible 他不会说规定你只能够生产一种产品 嗯你能够印刷的东西印出来的都可以做 我本身呢我有去过三个location 就是这个franchisee在南加州的三个location 三个location呢的owner呢都找到他们的强项 所以呢有一家呢是专门帮那个sport car 赛车跟那个巴士做广告的 所以他们能够印刷出那些东西 把整个巴士或者跑车跟他包装 嗯所以你看到外面 让让人眼睛一亮 对让人眼睛一亮 对让人眼睛一亮 所以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个 所以我相信在那个neighborhood 或者在那个城市 一想到这一个东西呢 就会打电话找他们 哦有一家呢是专门做 那个commercial signage 嗯然后有一家呢是专门做 那一个墙上的design wall design wall design 我的office的wall design 也是找这方面的专家来设计的 你看 所以呢这一个就是非常flexible的 你能够niche能够找到哪一个强项呢 能够找到生意他都能够做 如果说是有freeway exposure 那些也算是平面commercial的广告 对你能够拿到那个生意 他们都能够做 好 其实我们有个客人啊在南湾的 他们在南湾的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 拿到所有的contracts 所有的signage都是他们做的 那发了呀 对一个project就是多少个数字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这些平面广告公司 它的历史悠久吗 这一个30年历史了 哇这一家已经30年 今天介绍都是老牌的 对啊另外一家呢是education 说的education呢 这一家有500个unit 在16个country 16个国家都有 说到国际的哇 对这是国际的 这一家比较特殊一点呢 并不是说开一个补习班 有个地点的 他们是matching 就帮学生找教师做家教 嗯 所以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niche 也有一点像职业介绍的意思 也是对 play中间人 嗯嗯 这个学生他的budget怎么样 我就帮你对 或者是哪一个科目 你知道哪一个科目比较弱的 就找那个特别老师 是 来你家里做 这个是比较special的 说到教育方面 或者补习方面呢 其实我们还有几个啊 franchise store 还是不错的 所以也假如这个不适合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 嗯 好另外一个呢是massage 谁必要massage 对不对 嗯我这个礼拜五 我又需要massage 对不对 massage business呢 啊也是send my absentee的 所以呢基本上呢 all呢是不需要massage a license 嗯所以很多人就问我 哎massage business 我没有license 没有license可能 不需要啊 对不需要因为你是做老板 要下手的人 要有动作的人 才需要massage license 然后这一个呢 也是membership based recurring income 嗯 啊很多人就想到哎怎么 脚底按摩19块 不是这 这一家能够charge到70块80块 一个小时还是人家还是有生意的 他是有他的道理 有他道理的 你们就来听一听为什么 嗯OK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刚才之前讲到了 我们有sba 小商业的administration 然后还有score 这两个都是政府的agency 这些是帮助啊大家呢 要创业啊 或者在小商业里面有困难的话 都会提供免费的咨询 那sba我懂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那score是提供哪一方面的 score这一个呢 他是所有的组成呢 是由那些退休的executive来组成的 所以这些都是很有经验的人 他来评估 对 做evaluation 做evaluation 或者说你在小商业方面呢 有什么疑难杂症 在任何方面 譬如在marketing有疑难杂症 或者你有一个餐厅有碰到有什么问题 他们都会找到有经验的executive 来跟你做一对一的面谈 嗯 这些都是免费的 也是因为他们的有经验 他们愿意贡献他们的知识 对 做一个free的consulting 对这些就是回馈回去社会 ok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funding的expert 啊这个会告诉大家如何利用sba的贷款 来做生意 或者如何运用你的401k来做生意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项目 401k 用401k 不一定要去self-directed买一些产品 而可以拿他来做small business 对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个detail 哦这个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的有需要 并且也觉得very very beneficial 嗯哼 啊基本上呢 其实这一个啊 business expo呢 一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 嗯啊就是说明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你可能听到 哎这些都不是我要的 或者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感兴趣 对不对 啊我们有的franchise store呢 其实很多家 我们来这边参加的呢 就是a handful 我们只能够邀请这么多 因为场地的限制 我给个例子就是去年呢 有两个客人呢 啊来参加 觉得这些都不适合 但是最后呢到今年呢 两个都买到了 其他的那个franchise 所以我们有成功的例子 都不是参展的 啊 所以呢我们会跟你评估 跟你评估你的需求 你的goal 你的financial 然后我们再跟你match 找到适合你的 但是呢这是第一步哦 你要先来听一听 franchise是什么回事 嗯 你未必这些是你要的 但是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帮你找到适合的 太好了 那这个呢就是跟大家介绍 在3月27号28号 由friendnet带领了89家公司 嗯 89家生意来到呃 3月27号是到拉斐亚 3月28号是在帕拉奥特 仔细的时间以及地点 希望大家可以文字短讯到 650-660-7837 650-660-7837 希望您要仔细的写下 您的电话号码 您的大名 还有您希望参加的是哪一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额买为止 对啊最后呢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两个event里面呢 都会有iPad的Raffle 所以呢都大家都会有个机会做Raffle 然后首25名的就是加入的呢 不是叫来来参与的就到场的 嗯都会赠送一本书 什么书 E-Myth by Michael Gerber 这本书呢是说小商业要如何成功 嗯是个非常好的书 我们先从学习开始 对然后就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对要勇敢踏出第一步 赚到第一桶金 然后才能够再继续做其他东西投资 其实在云云众生里面很多人都qualify 但是有的时候他缺乏一点勇气 嗯那总是要看到哦原来在社会大众里面 已经有这么多人跟自己有同样的思想 嗯那么聪明人在2018年就跨出第一步 做出聪明的决定吧 好报名的电话号码再跟大家说一遍 但是希望大家用文字短讯的方式来报名参加 65066078376506607837 请注意哦是在3月27和3月28有两场在不同地点的 由FriendNet举办的说明会 OK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李恩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卓越国际税务和财富管理集团的副总裁 对于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来说面对最佳报税省税有什么建议 好的现在呢是报税时间想必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为报税省税做最后的冲刺 那最近呢受到许多听众朋友关于AMT和股票期权的问题 比如说王先生呢是为一个创业的高科技公司工作 他获得了incentive star option员工的期权 AMT呢会根据每股市价和执行期权的每股价格之差呢来计算他的收益 哪怕呢这个收益还只是账面上的 比如说王先生呢拥有一万的期权 每股价格呢是一块钱 公司上市以后呢当天的股价是五十一块钱 那从AMT的角度来看呢 王先生的印纳税收入呢应该就增加了五十万 虽然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出售股票 甚至呢可能还不允许出售 那另外呢有听众呢也询问关于房屋抵押贷款抵税的事情 但拥有房屋的HOMICOTIN NINE呢在湾区非常的普遍 2017的那个税法呢还是允许HOMICOTIN NINE的利息呢像房散税一样抵扣 而AMT呢只允许抵扣花塞房屋本身的部分 比如说装修添置家具带来的利息 如果呢您是用这笔钱去买了车子或者用作其他的用途就不能抵扣了 尊重朋友如果您在报税省税上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来参加我们卓越财税集团携手资深的会计师 国税局的注册税务师在报税倒数几周的关键时间 与您进行面对面的税务讲座 报税答疑呢一路相伴令复杂的万万税呢清晰透明 更为您拟清思路节省时间安心报税退税 报税答疑解惑讲座真是及时雨啊 听众朋友杰尼她是国际百万元桌 美国税务规划委员会和资产保护委员会的高级顾问 Alliance Life蝉联白金奖 National Life蝉联最高总裁奖 和连续全美第一的三连贯的最高荣誉奖 卓越财税攜手前国税局稽查师律师和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报税冲刺三周时间 与您进行面对面的税务讲座 免费财税讲座即将在本周末3月24、3月25下午2点 讲座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杰尼现在大家都在追捧投资比特币 赚到钱如何交税呢 好的 朋友们 国税局在2014年裁定 比特币的属性不是货币而是财产 举个例子 最近陈先生很关注比特币 他前几年是用5000块钱购买的比特币 最近卖了四分之一 以从比特币的交易赚了150万美金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该如何上报比特币投资的收益呢 他用这些货币拿来买东西 该怎么样计算呢 如果他在交易所的资金被盗了 他应该怎么样上报呢 另外呢 我们讲座内容呢 还包括听众朋友关心的高收入高房租的所得税 海外招户申报的补税 再加上海外控股公司的股份 海外资金的汇入 海外房产的租金如何申报呢 华人朋友喜欢的房地产投资的资本利得税 如何利用房地产税法的转换和搭配来合法结税呢 还有就是长期资本利得或是特定的股息如何享有优惠的特别税等等 朋友们俗话说呢 聪明人不缴糊涂税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前国税局稽查师律师和国税局注册税务师将举办2018报税答疑和全方位的财税讲座 免费讲座的日期是本周末3月243月25下午2点 讲座精彩内容包括2018报税冲刺的最后提醒 最新税务对您个人和公司报税的影响 新税改后房东的减税收益 比特币投资税务 新税改以后股票房产资本利得和退休规划的影响 作为有限同行请勿参加 讲座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谢谢杰妮 期中的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期待在讲座见到您 爱美一族 Bowford Day Spa 由美容专家Grace 治疗各种黑斑暗疮及暗疮疤痕 抗衰老去皱纹 减肥等各种美容项目 专精文秀韩式眉毛 美铜线3D封唇 Bowford Day Spa 电话408-861-0886 408-861-0886 408-861-0886 4314 Moore Park Avenue San Jose Bowford Day Spa 让您永保青春 永远美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Bowford Day Spa的美容师Grace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的是成人人的暗疮问题 我们常常在工作当中会发现有些客人他们的暗疮是生长在下巴底下的 我们就知道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或者是生理周期引起的暗疮 而且有很多暗疮是每一个月反反复复长完了又长 所以会留下了很多的色素在暗疮的部位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这些暗疮的问题呢 有些客人也会选择去见皮肤科医生 皮肤科医生就会给他们一些矿生素或者是病院药来控制暗疮的生长 可是往往这些避孕药或者是矿生素它可能会引起对我们肝状 还有肾状的一个负荷的一个影响 而且有时候在停药的时候他们又反复的就在长出来 所以我常常告诉客人要找出我们最根本的原因 到底是生活上的压力呢 还是因为身体上的各方面引起的问题 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因 要多休息多放松 在食疗方面多吃一些清凉的食物 比如说蔬菜 多喝汤水 还有是多多休息 找出这个压力的原因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肝状就不会负荷那么大 如果来到我们美容院做生成的清洁还有消炎 还有蓝光的美容项目的话 我们一般会需要五次到十次就会根治暗疮的产生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的公司 我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 我的电话号码是408-861-0886 谢谢大家 商业成功的秘诀一书 报名短讯电话 Liang 650-660-7837 650-660-7837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有人寿保险理赔 如您有三高也可以让您承保 还可以用401K的钱买 免费教育讲座时间3月24周六下午2点至4点 留作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找梁小姐 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 虚拟货币税法 一年计划8%回报 月月领 五年计划不受股市影响 12%潜在年回报 七年计划保证无下跌 8%潜在年回报 万王之王免税财务规划 3月24号万富理财 省税免税风险控制讲座 权规税务师 注册财务规划师 全球百万元桌顶级会员 李旺瑶主讲 8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 www.masterlifefinancial.com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一周股市分析 说是一周 但是我们要把过去 自从2月9号一直下跌到现在的情况 都请教黄建雄老师跟大家讲一讲 同时也会看看未来的股市 Kim你好 黄老师欢迎你 周乐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今天礼拜五 2018年的3月23号 美国的总统特朗普 他签署了1.3万亿的出支法案 避免政府关门 美股呢 小幅收涨 但是随后又加速下跌 因为贸易战的担忧加剧 截至收盘标普500 收跌55.43 幅度是2.1% 暴收在2588.26 比1月26收盘的记录呢 是高位回落了9.9% 标普500本周累计下跌了5.95% 再看一下道琼斯 道琼斯今天下跌424.69 这个世纪昨天700点的跌幅之后 再度下跌 本周累计下跌是5.67% 下跌了1.77% 纳什达克今天只有收在6992.66% 下跌了174.01% 跌幅是2.43% 累计的下跌 纳什达克本周一共下跌了6.54% 是指数里面之最 是创了2015年8月份以来的 最大单周跌幅 恐慌指数上升了7% 达到了24 这个也是高于20的长期的均线 现在所有的指数呢 黄老师都已经破了50天的均线了 可是我看到黄老师发出来的讯息 触底已在眉睫 下礼拜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强 先把这个下跌如此之大 跌幅如此之猛 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 当然这个最近的股票市场跌的实在是蛮凶的 10天跌了7天 因为是贸易战的情况 可是呢 技术上已经是跌到了 应该跌到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前一阵子 大跌之后反弹 然后通常来说技术上都觉得可以探底 嗯 今天呢各大指数差不多 已经是跌到了2月9号的低点 尽管还没碰到 可是在还没碰到低点之前 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称就是200天均线基称 所以200天均线基称的话 技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称 S&P500今天收市收在2588 2588 200天均线基称2585 所以还差3点 当然它的低点呢 2月9号的低点呢就是2532 嗯 所以二三十点之后就就到了 嗯 所以说 假如这个周末没有更坏的消息的话 这个市场会反弹 嗯 因为因为这个 这条200天均线是很强的基称 因为这个时候虽然是从技术图表看到 马上就要到200天的均线 可是事实上 经济变并没有那么恐怖 嗯 值得美国的股市掉到200天均线之下 对吧 是 应该还不是熊市的时候 掉低过200天均线的话 回不来的话 就可能进入熊市了 所以现在有熊市的危险 可是 应该下个礼拜一反弹的话 可能就这个威胁就接触 嗯 好 这个是标普500 今天是收在 离200天均线 只有在均线之上的三点 而是达到2588 那我们再看到 道琼斯 道琼斯呢 今天是下跌到 23533.2 那他所处的均线的点位 又有什么关键性的提示呢 当然 道琼斯是这么多指数 是跌得比较凶的一个 就是比较弱的一个指数 他2月9号的低点 是23360 嗯 然后他的200天均线是23357 一模一样 基本就差三点了 嗯 所以一来就是2月9号 23360的机船 二来就是23357 这个50天200天均线机船 都是在差不多同样的地方 嗯 技术上是比较难再下去的 是的 哦 比较难再下去 所以这个也是道琼斯 如果周末没有什么恐怖的 美国发生的 或者是世界发生的 不好的消息 下个礼拜 due for a rebound 也是expected的 对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是达克了 那是达克一向是三大指数里面表现的最好的 那是达克呢 在昨天今天也都下跌的非常多 尤其一个礼拜下跌了6.54% 非常可观呢 它是也跌的 今天也跌的特别凶 可是它距离的200天均线还是很远 现在它是6992 可是6725 还差270点才到它的200天均线 所以假如其他的两个指数能够反弹的话 它这个 那是达克应该不会再下去200天均线 它下来当然是最主要就是大家现在都害怕 嗯 而且很多人谈到就是现在的它的price to sale ratio 就是说它现在股价出于每一股的收入的 啊 的 的 营业额 哦 revenue 就是毛利吗 苗利 毛利哈 revenue 就是营业额 营业额 revenue revenue 是 你是MBA 所以呢 哪里哪里不好意思 然后呢 它 他们说现在已经到达了高科技股2000年那个水平 用这个指标来算的话 嗯 所以就是说大家又担心好像2000年那个时候科技股 科技股打跌的情况 所以我们尽管说技术上已经跌到位 可是难保坏消息不愧再来 一来的话跌穿了 跌穿了200天均线的话 也有可能继续下跌 所以现在是比较危机的时候 可是呢 我们常常都借用CNN money fear and greed的指数 fear and greed就是说0就是最悲观 100就是最乐观 现在你猜是在哪 多少啊 7 哎呦 这么低啊 啊 所以是非常低了 往往来到这些点位的时候 市场都会反弹 对 因为是contrarian indicator 极悲观的数字就代表会乐观的反弹 因为每一个人都把股票卖掉了 都恐慌都都把股票卖掉了 没很多人在卖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反弹 嗯 ok ok 所以现在真的是very crucial the moment 蛮 后来又又看电 所以今天呢 所以今天呢 我也被这个市场还弄了 玩弄了 现在市场实在是太会玩弄人了 可是后来是非常明显 因为他还有一两个小时 就要收市的时候 眼看这个呃 纳斯达克能够守住一个机枪 可是他守不住 然后又在呃 十一点半以后的话 这种情况啊 这市场应该维持不住 所以我有 又改变主意 嗯 又又反而买跌了 算 那你收盘的时候 现在有买跌有买涨的 你收盘的时候 还有open position吗 还有啊 你收盘的时候还是在看市场 是要看涨还是看跌 这个就是关键到礼拜一开盘的时候 你的盈亏 收盘呢 收盘呢 我就是说 买了呃 V86的call 哦 因为跌嘛 所以那 然后呢 后来他跌了差不多的时候 我又买了QQQ的call 就就就 就啊 就觉得下个礼拜会反弹 嗯 然后当QQQ反弹的时候 然后我就比较喜欢那个MU Macron 所以买了 买了MU的call 嗯 可是因为 我又要 要做一些保护 所以我又卖了一些MU的call 卖了一些V86的call 所以 所以有一些混乱 哈哈 哈哈 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 对 呀 好 好我们谈过了阻力支撑啊 今天大部分都是在讲支撑了 也没有讲什么指数 那么在对于现在的经济看 美国在昨天发表了三一贸易战争的言论了以后 中国也有说也有些回应 就据这些基本面 还有可能会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国际的反应 可不可能在这个周末发酵 还有我们的联储局的新任的主席 已经在本周决定要加息了 并且他用比较Huckish的态度 他说不管股市是下跌的情况如何 不会改变联储局会持续加息的这个步伐 那他这么笃定吗 然后又加上贸易的战争开始 这些都是经济的不稳定性啊 他能够这样一直加息吗 市场承受得了吗 他提到贸易战 假如贸易战真的发生 他觉得势头不对的话 他们不会加利息 所以有人说有贸易战的时候 人人人人储局不会加利息 所以所以现在贸易战刚刚宣布 然后马上即将开打 好我们接着呢 就要回来再谈一下这个贸易战的因果关系 以及几只比较特别的股票 我们想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Kim欢迎你回来 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贸易战 在美国曾经在过去何时发生过 然后他是怎么结束的 然后现在的贸易战比以前的速度 还有幅度都要大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贸易战中美之间 贸易战永远没有好的结果 大家都是这么的结论 因为你中国夺大家都有利润上的损失 所以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当然他们国家领导人应该是有控制能力的 他们应该是以 双方应该以和谈来解决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中美之间也继续有沟通 有谈话 对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 不要应来 看到一个结果 不能不能应来 所以应该现在的贸易战 假如没有更快的情况之下 因为美国对中国一些产品加了关税 中国也对美国一些产品加了关税 假如大家止步在这里的话 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加关税 美国也不高兴 中国更不高兴 对吧 对啊 是 那其实这个加关税 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加关税 美国这些支持川普的选民 他如果要买到中国的东西涨价 他难道就高兴吗 对啊 Inflation 就是物价会上涨 因为中国真的是 没有中国的话 你没有办法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 是吧 所以互利的情况 其实 呀 可见得这个川普他要主动出击 他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把这些事情的焦点 从他不愿意讨论 或者不能解决的问题 转移到一个新的 更让大家担心的一个政策 一个实施上面 算是有他的一套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 trade option还有股票 没有像Kim黄老师这么纯熟的人 下个礼拜一应该怎么办 其实啊 现在这个股票市场还是挺危险的 尽管我们说他反弹的机会大 可是他也是非常接近跌破 跌破下去的的关卡 短期来说我们就容易兑付 因为我们就是三两天就炒一次 或者是一觉得势头不对 我们就走了 急损 对于长期投资的人来说 下个礼拜应该可以买一些进去 应该可以买一些不要买的太多就是了 然后假如有一天他真的跌破了S&P500的 和刀宠师500的200天均线的话 那个时候可能要考虑自己持有的股票 要考虑出场 那如果有那种可能 现在为什么要有动作呢 我是说我们说反弹嘛 我们说反弹不是说他 要长反弹 从从今之后就可以上去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短期交易者来说 这个反弹是蛮重要的 因为因为他跌的深 反弹也特别快 可是在低点买了之后 你走的也要快 知道在什么地方走 才能够有利润 如果股市在2018年大跌 很多的资产都会受到受到影响 房地产首当其冲也会软弱疲软下来 因为房价本来就高 然后利息又在增加 这都是在靠股市 让每个人觉得非常富有 才撑在这个地方 如果股市一旦跌下来很惨很惨的话 房市也强不起来了 所以那些人常常说 哎呀没关系了 这个经济实在是好 其实这句话 他们没有想过股票市场的情况 假如股票市场是在熊市的时候 经济都是要进去那个不景气的 所以我们股票市场 还是要看得稳一点 紧一点 是 看得紧一点 就是假如他破了某一些重要 均线 你就要小心 不要听那些人说 经济怎么好怎么好 好 我们现在提出一些个股 首先就是Facebook 他在这个礼拜可成的大明星股 可是这个明星不是好的 而是坏的 我看到Mark Zuckerberg的那个脸 在CNBC照出来 都有一点尴尬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善良的人 但是对这件事情 他可是遭受到 可能是在他工作 在他career的period 算是很大的一次打击了 现在就要看他怎么样解决 怎么样对付 Facebook呢 今天是下跌在159块3毛9 今天当然是下跌很多 本周一共下跌了14% 请评论 那刚才我们说 有人已经开始评论 就是那个高科技股 尤其是那些Fang Fang的股票 Fang当然是包括Facebook 他们的这些价值 已经是高过200的情况 和2000年高科技的大跌 跟那个时间时候一样 刚刚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Facebook就发生了 把用户的这些资料 卖给别人的事情 所以他是带动了 这些高科技股下来的 以及主要的股票 那么他现在跌了下来 已经跌破了20天50天和100天和200天 全部都跌穿了 所以趋势是很确实的下跌 那么他现在是159块 然后他机场下一个机场要156 156 156 还有3块左右 还有3块钱左右 他那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场 看看他能不能够在那里停住 好的 现在还不是买他的手 接着我们要看TSM Taiwan Semiconductor 这个股票通常 大家把他不trade Bitcoin的人 也一定知道他跟Bitcoin中间 有一些interact的relationship 今天看他的日图比较糟糕 看他的周图还好 今天一天下跌2.54% 他的周图的话一个礼拜下跌5.31% 他还比较在均线之上多一点 今天是42块半 半导致股 半导致股应该还是可以的 MICRON爆出好报告 MVDA也是还是蛮强 TSM就是他跌破了50天均线 现在每一个指数都跌破50天均线的话 这些股票很难不跌破50天均线 可是他刚刚是在42块半附近 100天均线机场 所以刚刚各大指数 不是各大的 就是S&P500和道琼斯 都已经去到重要的机场水平 所以当他们反弹的时候 这个TSM也应该随着反弹 嗯 所以应该还可以继续留一下 所以算是高科技股里面 比较机优的股票了 接着我们就来谈一谈一谈 今天Kim提到的MICRON MICRON他一个礼拜下跌10.52% 可是看到他的日图 今天一天下跌7.99% 可是您还是对他青睐有加 十个分子师有有九个都说他好 而且他们都都会在他报告之前提升评级 调低调高他们的目标价 报告出来之后也纷纷调高他的目标价 可是他最近下来呢 主要就是当然是股票市场的下跌 所以一旦这个市场反弹的话 他我觉得他就会领先上去的一些股票之一 所以他现在是54块2毛1 52块半是他的机箱股市反弹的话 我觉得买他应该还可以 好的评论一下黄金好吗 黄金GLD今天收在127块 今天是逆势上涨 他算是安全的股票吗在最近 现在市场这么动荡的时候 应该是黄金国债都会都会好 当然国债上去黄金也上去 他的好处就是突破了一个下跌的趋势线 所以他有望继续上去 主要原因就是美金美元 美元他是尽管说加利息 他美元还是跌了下来这几天 所以美元的下跌对黄金也有帮助 所以我还是持有这个SLV 银的option OK好非常感谢Kim 我们今天的时间问题呢 我们的访谈只能到这个地方了 因为在股市下跌 从2月9号就这么明显 一直到现在今天已经3月23号了 好像天天的上下波动都非常大 非常多的投资人心里面都觉得毛毛的 到底会不会有更坏的可能性会发生 今天非常感谢Kim来给我们做点评 感谢你祝你晚安 并且祝你周末愉快 谢谢你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本周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 请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7点半 KTSF26台开始的我的电视节目娱乐漫谈 非常精彩哦 您一定要收看电台节目 从下个礼拜一晚间7点继续与您空中有约 非常感谢您祝您愉快 拜拜